4月6日,Happy的新领团突然在寒流灯上各大热体和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气高 而是第二位公开的成员,金嘉兰被爆出了黑料 从整容到学校霸凌,再到不雅照片和出格的聊天记录 这位成员几乎到了被捶死的程度 最离谱的是,他此前喊言黑历史,被IVE提出了出道组 同组合的工协官梁和金彩元受直接自闭 金嘉兰被试锤校园霸凌,是因为他为霸凌道歉的内容被曝光了 而他道歉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错了 而是自己要出道,所以要处理自己以往的黑历史 除此之外,他因为不良行为被迫转学 当然,这些也都是被实锤的 最重要的是,他自己并没有反驳 还有一个让寒流网友直接破防的插曲 那就是金嘉兰的同学,曝光了他在学校的一些照片和聊天记录 照片是金嘉兰,在画有生理方面内容的黑板面前合影 甚至,寒梅在报道这一点的时候,他会给黑板上的画打满 如果说这是小孩子不懂事的话 那他那些和黑板内容一样的聊天记录 就让他无法再为他洗白 完全就是小太妹的形象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你